一片混亂之中 不停有人喷洒面火氣 群眾身上全部沾滿白色液體 十分狼狽 但所有人還是繼續往前急 往前衝 媒體記者跟著群眾擠進門 後方還有人敲鑼打鼓 終於到達目的地墨西哥參議院 一切都被直播錄了下來 抗議群眾佔據議會二樓 接著衝到一樓高喊抗議 過程中甚至還破壞牆壁 手法如此激烈 正是為了要擋下墨西哥總統 推動的司法改革法案 這項司法改革案 要求從地方到高階法官 總計六千多人 都必須有普選的方式選出 同時刪減最高法院法官人數和任期 法案推出後 被批評破壞司法獨立和制衡 擴張執政黨權利 十一號展開辯論 民眾才忍無可忍闖入議會 若法案通過墨西哥將變成全九位一 各層級法官 皆由民選產生的國家 美國和加拿大警告 將破壞三國貿易協議 議長宣布議員撤離 避免衝突 並在當地時間晚間七點改地點辯論 總統歐布拉多 十月一號卸任前夕 強烈推動司法改革 不惜凍結和美國加拿大大使館的關係 群眾闖入議會後 幸好沒爆發更多衝突 但在法案獲得社會共識之前 墨西哥街頭依舊躁動不安 三麗新聞雙部導